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将在明年5月17号展开 而北市府号召志工加入服务跟国际宣传的工作 特别跟国际福伦六个地区签订合作备忘录 预计将动员2400名的社友投入 邀请大家共同的见证社会力量对台湾的相庭行动 国际福伦3481 3482 3490 3521 3522 3523等六个地区 和台北市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 预计将动员2400名社友加入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制空行列 说真的让我们展现我们福伦的热情 婚女色友的这个爱心 我相信明年度的这个壮年运动会 2400位各位总监当者你们有没有信心 大声一声有没有信心 有 这项运动赛事是亚洲地区首次举办 由双北市政府主办 并邀请桃园宜兰及新竹县市共同协办 共有35种运动项目 在68座体育场馆竞赛 预计会有4万名各国运动爱好者来台竞技 世界的总会 他在欧美前在欧美国家 第一次亚洲国家就来到我们台湾 所以其实我们要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 代表我们的动能是受到肯定的 国际福伦强调将以亲善服务他人的精神 担任这次世壮运的志工服务及国际宣传 为台湾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搭起国际友谊桥梁 另外也号召对运动有兴趣 年满30岁的民众报名参加 看世界好好赛一场 记者游湘亭台北财富堂 儿童节即将到来 为了给孩子一个难忘的童年回忆 士林百林国小学生家长会 结合福中理办公室 号召多个地方学校企业团体 举办第六届社区童晚零社节的活动 而现场总共有80多个怀旧童晚摊位 并且设计60多样的闯关游戏 让大人小孩一起体验 提前度过欢乐难忘的儿童节 连续第六年主办的社区童晚零社节活动 在鼓声隆隆的太鼓声中揭开序曲 主办单位百林国小家长会 以及福中理办公室 今年依旧邀请到左林右舍一起共襄盛举 总共摆设80多摊60多个闯关游戏 让大人小孩一起同乐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林社节 可以在台北市或其他县市都可以复制下去 就是透过学校跟社区一起来合作 那办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活动 我觉得它是非常的有意义 每年费尽心思筹备活动的王德利里长 踩着九小龙灯车来到活动现场 除了感谢企业团体还有各单位的协助 也希望透过这些古早味互动游戏 让现金的小朋友能放下手机电玩等电子用品 体验爸爸妈妈小时候的童年游戏 其实像我的摊位就有踢剑子 那也有人是踩高桥 那有人是一些捞金鱼等等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是沿袭以前阿公阿嬷 他们小时候所玩的这些童玩的游戏 小朋友啊他们使用3C啊 比较泛滥 那我就是想说利用一天 然后让所有的人都放下这个手机 3C新产品来到这个百灵国小的操场 来体验一下不同的游戏 不同的玩具这样子 一系列不插电的游戏项目 让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尽管现场高温炙热 依旧不减玩乐兴致 也让在场的大人小孩 提前共度欢乐难忘的儿童节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很多家长都知道孩子要睡得好才会长得好 其实睡眠时数跟品质还是会影响到幼儿的身心发展 根据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调查发现 有6成1到3岁的幼儿超过晚上10点睡觉 比起早睡的幼儿认知 还有语言发展都有明显的落差 而建议家长建立多元的学习环境 提升孩子的睡眠品质 发现他们在晚上10点以后睡的比例 已经达到了6、7成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针对幼儿睡眠时数与品质研究调查 发现1到3岁的幼儿有6成超过10点睡觉 而且睡眠不足比例也随着年龄倍增 长期下来恐怕会影响幼儿发育 认知、语言、身体动作等都有极大影响 睡眠够的孩子是显著的在发展上面 不管是认知、语言、社会、情绪、身体动作 或者整体的发展都显著的是 比睡眠不足的孩子来得好的 根据卫福部建议 幼儿最低睡眠时数标准为11小时 但随着科技进步 逐年缩短幼儿睡眠时间 进而影响身性发展 另外学者也建议家长 可以经常带孩子拜访亲友 或是到户外走走 提供多元学习环境 有助于提升幼儿睡眠品质 除了想办法增加出生率之外 更重要的是增加 婴幼儿或者儿童 或整体教育的教养品质 强救国安危机 除了要拼生育率 同时要注重教养品质 两岁以下婴幼儿 最好不要看荧幕 以免太早接触3C产品 严重影响睡眠品质 限输孩子健康发展空间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台湾迈向少子跟高龄化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即使目前已经摆脱 疫情的冲击 但由于生活正面临通膨的压力 年轻世代的财务状况 恐怕更加恶化 有近4成39岁以下的年轻人 财务出现次字 比例高于去年还有前年 呈现连续6年恶化的困境 也有23%的人认为 自己没有存款 73%有负债的状况 至于个人名下的总存款 平均大约是13.6万元 穷忙过劳但无法买房 台湾清贫族的财务状况 让人资专家相当忧心 因为上班族只有37.4% 每个月能够收支平衡 23.2%属于完全没有存款的零存族 要是哪一天忽然失业 也有3成5的人 完全无法应付生活开销 青年劳工当时有39%表示 目前是有财务赤字一个状况 连续6年呈现恶化的一个情形 平均存款水位大概是不到14万元 则是稍稍回升到2020年的一个水准 统计发现有高达73%的人负债 而年轻人平均认为 未来退休金至少需要将近 2000万元才够 但若是以官方经常性的薪资 大约4.6万元来算 至少需要大约433个月 也就是要36年不吃不喝 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想要脱贫 迈入人生胜利组 包括网红 工程师 房东与社情小编等等 都是年轻族群期盼的梦幻行业 另外年轻人在目前的家庭与事业间 只有37%的人处于平衡状态 多数人也担心人生梦想频频落空 恐怕会逐渐躺平 甚至沦为老贫族 记者顾餐永 台北采访报道 刑事局破获跨国运毒集团 一名有帮派背景的男子 伙同其他四名成员 将液态的Ketamine 伪装成广受女性青睐的 知名品牌化妆水 企图从荷兰运回台湾 数量有140罐 总重量6842公克 幸好被警方及时查扣 征讯后依违反毒品 违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整版 包裹里头一罐挂化妆水 整齐摆放 全招警方查扣 这些不是走私国际化妆品 里头装的全是液态Ketamine 数量多达140罐 市价超过400万元 毒箱利用水来掺杂 本状的Ketamine毒品 让它变成无色无味的 类似一般水质的化妆水 来卫装之后 再借由昆韵包装子来看 贩毒集团无所不用其籍 具有黑帮背景的许姓男子 伙同四名成员 从荷兰大费周章 把液态Ketamine 混装成化妆水 在空运来台 嫌犯先将毒品 送到旺华一处老旧公寓 由管理员代收 再联系外送员取件 进而把包裹送到熟悉地点 企图躲避警方查器 警方及时将这些空运来台的 毒品包裹拦截 总重量多达六万八百四十二公克 幸好没有流入市面 危害国人 警方证讯后 已将一杆嫌犯 依违反毒品危害仿制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偵办 继续邱世民台北报道 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 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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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